欢迎来到Mita世界 今天我们会去哪里呢 我们今天需要坐飞机 飞往澳洲的悉尼游玩 悉尼 我第一次到达这个地方 那你现在的心情应该很兴奋吧 当然 第一次到这个地方 一定要好好记录下来 我们开始排队准备进去飞机了 现在坐在位子上了 你看 飞机要开始准备起飞了 是啊 心情也越来越兴奋和开心呢 大约几小时后 我们抵达悉尼了 今天到冬牙平时 新闻新闻 当快点准备 7月 把课共 中央 跌类 103 那机机长好可爱 本来是要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 但因为明天是工作日 所以他就没祝福我们有个愉快的夜晚了 是啊 连晚安也省掉了 对耶 你没说我都没注意到 你看 这里有一个可以装水的地方 拿出我们的水瓶去装水吧 好啊 万一路上渴了 我们还有水可以喝 没错 那我们现在就跟着人潮 前往拿行李箱的地方去吧 一塔世界 大约经过一个多小时后 我们抵达到旅馆了 是啊 抵达时已经12点多了 好想去休息 那我就先去柜台登记我们的住宿了 好的 房卡 房卡拿到了 可以上去休息了 对了 进电梯后记得要先扫卡 才能按楼层哦 不然电梯会上不去 好的 我记住了 来找找我们的房间吧 找到了 就是这间 那我们进去吧 那我们进去吧 一进门会先看到衣橱 衣橱的旁边是可以放行李箱的 对面是厕所和洗澡的地方 里面有毛巾 洗面乳 洗手液 卫生纸等 但是没有看到牙刷呢 牙刷和牙膏是可以去到柜台前跟服务人员拿的 再走进去一点就会看到床了 这里的桌子上有热水壶 茶包和咖啡 抽屉里放的是杯和汤匙 在抽屉下面的是小冰箱 床的前面有电视机和办公桌 来看看窗外的风景吧 对了 这间旅馆有游泳池 按键身房 只要是旅馆里的住客都可以免费使用 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个旅馆的房间吧 总结就是 房间整体上是干净舒服的 该有的东西都有 只是冰箱不够了 其他方面都非常的满意 那你呢 我个人是觉得房间隔音稍微有点差 不过其他的都还满意 那你会给这间旅馆房间几颗心呢 我会给4颗星 那你呢 我会给3.5颗星 Novatore City Central 感谢大家的收看 记得按赞 按订阅 以及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下一部影片了 我会给你一个简直到这部影片了 我会给你一个简直到这个键子里的库室 他会给你一个简直到这部影片了 maintenance就会给你一个简直到这个河代一名的房间